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裡有各種不同的故障的手機 那這一頭手機呢 全部都是我們家 就是我啊 用壞的手機 或是我們家各種人用壞的手機都在這裡 但是我想要保留它的這樣子 就是外觀啊 然後有保留它的紀念價值 那我又怕它的電池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要先把這些故障的手機的所有電池 全部拔出來 OK,那就是這些手機啦 那我們今天就要把所有的電池 全部拔出來就對了 那看這些比較舊的手機 這些電池應該都是還蠻容易拿出來 像是這個已經電池是可以拆卸式的 所以就早就被拿出來 所以就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這支是Sony超級古老的手機 你看上面還有Sony Ericsson的Logo耶 這個也是可以拆卸式的電池啊 所以就整個也被拆掉了 這支是Samsung的Galaxy 2 應該是吧 那它也是可以掀開蓋子 然後把電池拿走 所以這些老手機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這支是Sharp的 不知道哪一個型號 那它的產品賓號是SH837W 那這一支是我爸的手機 那好像是螢幕故障了吧 還是觸控故障了 忘記了 那我們就插一下電看看 能不能開機 那我們在它充電跟嘗試開機的過程中 我們先把這支手機拆開來 就亮一下Sharp的Logo 然後就開不了機了 嗯哼 好啦 那我們就這樣拆開我們的手機 我們先把我們的螢幕的排線拔掉好了 這個電池超級小耶 這才1860mAh 你看這是幾百年前的古老手機 那目前這一顆電池看起來沒有什麼大問題 它也沒有膨脹還是幹嘛的 OK那我們把電池拔掉了 那我們接著看我們的手機內部 看起來超酷炫的 你看這個主機板是一個口字型的 就是一個方框這樣子 它完全沒有什麼兩層主機板 然後再把它合起來 用排線把它合起來 沒有 這是完全是同一塊主機板 然後中間這樣挖空耶 超帥 好那我們就大概合起來 反正已經不能用了 排線也就不接回去 也就把它裝回去 就是有一個外觀 像是手機模型這樣子 第一支手機電池取出來 接著我們來拆這一台Asus的Zenfone 我們上面有貼一大堆膠帶 我們先把它撕掉 OK 我們這一支Zenfone拆開來 它後面是可以新開來蓋子的設計 但是它的電池是在裡面的 真是神奇 它後面開的蓋子 後面還有一層蓋子是怎麼樣 這一支是Asus的Zenfone 5 它裡面的設計有個酷炫 它的SIM卡是在正中間的耶 它是一個蓋子 然後它的SIM卡是正中間 是一個排線模組 把兩張SIM卡放在正中間 放在電池的上面 這到底是什麼神奇設計 而且這邊的振動馬達是直接外露的耶 你看這個旋轉的地方 這是幾百年前的手機 你看它旁邊就一大堆空間都是浪費掉的 就是完全沒有東西 它的電池也是長方方正正 所以它的手機厚度也沒有辦法減少到太多 我們再嘗試最後一次的開機 看看到底開不開起來 哇賽 開起來了 我現在只是開機而已 我已經感覺這個CPU已經超級無敵燙了 國真是Intel CPU 雖然可以開機 但是它的觸控螢幕已經徹底爛掉了 它就只有上段的某一小段可以用 然後還有中間的某一小段可以用 其他的都沒有辦法觸控 所以就是它能開機 我也沒有辦法使用這支手機 我們就好 關機 然後我們就把電池拔掉 哇賽 這個Intel CPU真的是要快燒起來了 這也是很酷啦 這個SIM卡 排線就直接死死黏在這顆電池上面 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超帥 這顆電池是2050毫安時的電池 這2014年的電池 看起來也沒有膨脹 也沒有什麼任何的問題 單純只是螢幕破掉 所以這支手機報廢了 好那我們就把這顆電池 丟了 OK 這支是Zenfone 5手機電池取出來了 這裡又一支Zenfone 然後又是Intel處理器的手機 這支也一樣 是螢幕爆炸 我們來看看這支到是什麼鬼 一樣它的後面是一個掀蓋的設計 竟然是一樣爛的設計 這台是Zenfone 不知道是什麼型號 Z00AD 不知道這是什麼型號 那我們就一樣 試試看插個電 看可不可以開機 這支手機看起來螢幕爆掉 然後重點是它的電源按鍵也故障了 所以不管有沒有電 它也是開不了機 因為電源按鍵故障 沒差我們就直接把這支手機分解來 我們的手機裡面長這樣 哇賽 這什麼鬼 Intel處理器 可能是因為真的太燙了 你看這裡還有一大片的銅片 可以讓它散熱 太誇張了吧 OK 電池取出來了 這顆電池已經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個電池外面已經有點這樣膨脹 有點感覺快要爆炸的感覺 我們還好要把它拆開來 趕快要把它丟掉 不然感覺有點危險的東西 這顆是2015年 這個是 3000毫安時變大了 3000毫安時的電池 OK 這是我們另外一支的 XenFone 然後我們就順利把這個電池取出來了 這支叫做 Nextbit Robin 我其實蠻喜歡這支的形狀 然後還有它的功能 還有整體我都還蠻喜歡 因為它還有雙前置喇叭 整個都還不錯 但是它的Wi-Fi 故障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看起來還可以開機 Android 7.1.1耶 超級古老 Wi-Fi 還有藍牙都開不了 就任何硬體都沒有問題 除了它的硬體的 Wi-Fi 跟藍牙 故障 那可能有其他的方法 或者是就把它拿來當其他的 Offline 用的 就是不用連上線的功能 像是播音樂還是幹嘛的 這可能還可以拍上用場 那要裝軟體就去下載APK 然後就是用接線來安裝 OK 那這一支是 HTC 的 E9X 那看起來還可以開 你看 它的 Signature 的 ONE 系列 這是 歷史啊 看來這支手機也沒有什麼問題啊 功能都正常啊 它除了它的 Android 版本 有點舊之外 我們來看看它的 Android 版本 到底是多少呢 Android 5.0耶 受不愧 對 所以 幾乎所有軟體都沒有辦法支援 這麼舊的 Android 版本 所以這支手機也不知道可以幹什麼 呃 拿來拍拍照片嗎 之類的 就沒有辦法做什麼啦 5.0的東西 好 那我們也把這支 HTC 丟到一邊好了 因為功能都正常 只是 Android 有點舊 根本沒有辦法使用 對 就 哼 HTC 啊 我們下一支也是 HTC 這一支是 Desire 728X 那我們就插著電影看看開的機 開機完成啦 Android is starting 這支手機的背蓋被我切掉 因為它下半部就是電池還有充電的東西 我就把後面背蓋這樣保留 我這個應該有拍一支影片吧 就 如果有的話我就會放在上面連結 有興趣就可以看一下 反正就是把我背蓋切掉 然後上面就是這樣摟露 我覺得看起來滿酷迅的 這我高中的時候搞的東西 然後現在相機也掉了 然後後面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現在開機也開不了 Android is starting 然後starting這麼久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這支手機的問題就是應該是 處理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超級無敵 慢慢到一個炸開來 你看它現在連開機都開這麼久 我記得是連打電話 那個手機打電話 功能都開不了 就按下去 然後它可能有閃退啊 手機閃退 手機的手機電話功能閃退 或者是根本打不開 就連打電話都打不出去 它的軟體 因為它跑的是Android 5.1 所以其實也沒有什麼軟體可以用了 現在最低資源可能是Android 8 或是Android 9 5.1根本沒有任何軟體可以用 What the fuck What 什麼鬼 竟然HTC有更新耶 我沒有更新耶 這個什麼神奇的更新 我們把它安裝看看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There was a problem 它這下載耶 什麼鬼 竟然有軟體更新 不知道它是軟體更新到什麼東西 Install now What 竟然可以更新 Congratulations And your phone has been updated successfully to version 1.34.709.1 點 什麼 What 然後咧 然後 啊 結果更新完 Android還是5.1啊 我是要用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都還是不能用啊 這更新這個是在幹什麼 你看這手機到底多慢 你看我打了開YouTube 它連手頁都進不去 這 這 慢到無法使用啊 這真的是太慢了 難怪我會換手機 這硬體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 真的是爆炸慢 你看 現在才有手藝 而且是空白的 不知道在 哦 終於跑出來了 你看 至少這支HTC 它所有的功能硬體 應該是都沒有什麼問題 除了這個相機掉出來以外 沒有辦法用相機之外 其他的 嗯 都沒有什麼問題 就除了Android版本太久 那一樣 也就是 你想要看個YouTube 還是幹嘛的 也都可以 所以 也不要亂拆它啦 就 讓它繼續維持它的生命 讓它 用到不能再用再說 那這一支是HTC的 應該算是一個 很荒謬的一個旗艦機 就是它有雙螢幕 就是有一個主要的螢幕 然後還有一個負的小螢幕 我還蠻喜歡這個小螢幕的 因為你在 拍影片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按一個按鍵 你就可以把影片的整個螢幕關掉 但是繼續持續錄影 我覺得這真的是還蠻好用的 就假設你要加在那裡 要錄一個很長的影片啊 你可以按關掉螢幕 然後它就會比較不耗電 因為螢幕就關掉了 那但是它持續在錄影 還蠻好用的功能 但是它的 好像是一個災情吧 就是這一款 HTC U Ultra 它的主機板就是 好像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它就會沒有辦法開機 的確是沒有辦法開機 它就會一直 無限輪迴的 一直重開重開重開 然後但是就是開不起來 好 那我們就直接把這支手機分解啦 這應該是我最後一支旗艦機了 因為 就真的是 太失望了 那這支手機我也有拍一個影片 如果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就是後面原本的玻璃被碎掉 然後我就把它全部改成 自己一個 大力膠帶的版本 那我覺得看起來蠻酷的 然後後面它又改裝一下那個 散熱片吧 就是讓它散熱變好了 結果用一用沒多久它就壞掉了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電源排線把它拔起來 電池這麼難拔的是怎樣 JESUS CHRIST 這個電池是這麼難拔的 我能把電池用到變成誰 超可怕 感覺隨時都要爆炸了 這電池意外的小耶 而且又非常輕巧 而且這是3000毫安時電池耶 這真的很神奇 HTCU Ultra的電池把它出來啦 這一台這個是神奇的通話平板 就是你可以把這台平板當作電話來這樣打電話 有夠神奇的一個裝置 那我記得這一台的問題是 它的Android版本也是太舊了 功能那些硬體都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它的Android版本太舊了 就沒有辦法裝任何軟體耶 華為MediaPad耶 這是可以通話的平板 就是有夠酷炫 現在平板哪有辦法打電話 這可以裝SIM卡耶 這個平板電腦可以裝SIM卡耶 那一樣這個平板的硬體啊 整個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只是它的Android版本太爛了耶 我們來看看它的Android版本到底是多少呢 Android版本是4.2.2 真的是超級古老 這根本沒有辦法裝什麼 是Jelly Bean 哇 這個是歷史啊 好啦那這個硬體沒什麼問題 我們就不拆它 因為還可以用嘛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拿來當什麼播放音樂的東西啊 就是藍牙音響的東西啊 或者是幹嘛的 我們就再想辦法 想看看要怎麼如何使用這個 神奇過勞的Android裝置 下一支這個是Asus的ZenFone 3 那因為我一直狂用這支手機 然後讓它的電池已經膨脹 然後它自己把它的手機撐開來了 超級可怕 就 就是因為我看到 這電池已經膨脹 然後把電池撐開來 我才想說 要這個計劃把這個 所有舊的手機把電池全部取出來 因為這真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炸開來 我也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這支手機拆開吧 它的硬體是沒什麼問題 螢幕破掉 但是硬體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電池炸開來 我就 就把它拆掉吧 安全比較重要 好 你看這個一體成型的金屬被蓋 質感還不錯 OK 你看這個電池已經膨脹 它已經膨膨的 跟我們剛剛那個舊的電池一樣 就是已經膨膨的 看起來蠻可怕的 那 現在是冷的狀態已經就這樣膨膨了 然後我們一使用它整個會這樣子撐開來 然後把手機螢幕跟被蓋自己撐開來 真的是超可怕 好 那我們就直接把排線 上下主機板的排線給它拔下來 這個黏的也非常非常的緊 哇塞哇塞哇塞 這電池真的是爆炸難拆 我已經把這整個電池揉爛了 真的是超可怕 隨時都要爆炸的狀態 這是3000mAh的電池 已經被我用到快炸開來 OK 成功把這個S50 Zenfone電池取出來了 那下一支這一支是小米的Pocophone 那它的背蓋已經被我拆開來 因為它的硬體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就是你如果重開機 它就會沒有辦法開機 那你要把我們的電源排線拔掉 然後插回去 它就又可以再重新開機 但是我這樣子重複用幾個禮拜之後 它真的完全沒有辦法開機 它現在是 零開機又沒有辦法開機的狀態 這已經回天乏速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快速把我們的這個電池拔掉就好 那這個看起來 有一個電池拉的設計 我們來看看 它還有電池撕開的說明耶 這個應該是我這所有手機 應該是最好拆電池的一個 它還有說明 A拉起來 然後再來拉B 同時拉出A和B 怎麼拉 什麼鬼啊 我把上面的拉環全部都拉斷了 但是電池都還拔不出來 都是怎麼 我手都快掉下來了 Jesus Christ 都是什麼鬼 結果還是使用暴力把它取出來 這顆電池真的是巨無霸搭 這個是 6000mAh的電池耶 這個是我目前拆過 最大的 手機電池 OK 那我們小米Poco手機也順利的把電池取出來啦 那我們最後來順便拆一下這個Sony的MP3 因為它 掉到水裡 然後它就故障耶 所以我們也順便把它拆開來耶 哇塞 竟然這種超級便宜的MP3 後面這個背蓋是 金屬的耶 太酷炫了吧 竟然不是塑膠的 OK順利我們把我們Sony Walkman的電池也取出來啦 OK那之後我們今天的手機分解影片 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 亂分解有趣的東西的playlist 請注意一下 我的名字是Kai Iwan 我會見你們下次見 拜拜